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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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人生 瞬间光环 瞬间光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塞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兴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欢我一个太平天下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张神越山如氏如花 千古江山如氏如花 乃衡漫 千古江山如氏如 có 天哪 徐大夫 究竟发生什么事 让墨将也知道一点吧 曹将军 在我们玉律部交战的时候 京都长安 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局变 东卓不就将 离绝国寺 决掠天子 后来又反目为仇 大砍大杀 天子和百官被沦为人质 被国里二人是拉来拉去 整个长安是一片废墟 血流成河 断水断粮 天子以粗糠腐肉为食 百官更是奄奄待毙 见要紧的说 要紧的是 天子在安吉将军 董城的相助下 侥幸逃脱了长安 星夜向东 逃往洛阳 天子在逃亡途中 写下此诏 吉招天下诸侯 前去秦王 如此良机 千古难觅 良机 主公 这叫什么良机啊 主公的意思是 从长安到洛阳 必须经过芒荡山一带 此山离衍州不足五百里 主公想起兵救驾 待天子到手之后 就可以 就可以携天子以令诸侯 掌天下之饼 天子 已经逃出长安了 及召各阵诸侯前去护驾 你们说说 我是奉诏 还是胡奉诏呢 主公 以许优之见 主公非但应该奉赵赶去护驾 而且还必须抢先一步 因为当今天下纷乱动荡 诸侯争雄 但只是各霸一方 在这种时候 谁若能把天子握于掌中 谁就可以知天下牛而已 许优之言真乃匹夫之见 现如今天下大事一目了然 那昔日天子不过是徒有虚名 汉室遥遥遇坠 主公若要真把他请来 那无异于是给自己添了个累赘 师问 天子如果来了 这冀州谁是主人 是主公你还是那个小娃儿 再者说了 如果他摆起皇帝谱来 今天遗诏明日一旨 你听是不听 从是不从 天风说得有理 那天子也确实是个累赘 我求解报 主公 方才田风所言 那才真正是蜀目寸光 玉腹短剑 大汉虽然是摇摇欲坠 可尚未崩溃 那天子虽然年少无为 且徒有虚名 可他仍为汉帝 主公 你虽贵为济州之主 可你仍是汉帝之臣哪 有道是 明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必败言 主公 天子可不是累赘啊 那是一面 号召天下诸侯的皇旗 一面同龄三军的大盗啊 其作用可限量乎 在下担心 如果主公弃而不取 定会落入别人掌中 谁会取取 燕州的曹操 荆州的刘表 他们都会取取 尤其是那曹操 不但会取 甚至会取杰 许优之言 威言总听啊 什么大棋大盗 那昔日天子 不过是寒丘中的一片落叶 无用之物罢了 曹操想要 任由他取取 我家主公 应该不上虚名 专心实际 敢问 当今最大的实际是什么 我以为 是迅速消灭公孙瓒 兼并青州幽州 如果此一成功 那天下神州 我家主公已独占四州 这和真正的天子 又有什么区别 所以主公 应该整军备战 迅速兼并青幽 切勿分心旁悟啊 主公 我意已决 不奉天子昭令 其中精力 整军备战 等秋收过后 两响备族 即可发兵 进取幽州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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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短剑 雍臣无国 一只小小的传国玉玺 各路诸侯尚且争来抢去 可一个活生生的皇帝 却怎么没人要呢 主公 响 响 筑师庸主 臣 是宁臣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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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痛快 痛快 你们看 咱们跟太阳一块登上盲荡山了 已经一天一夜 走了五百多里了 这人不累 马也累啊 咱们还是歇息歇息吧 行 那就少歇片刻 等 日上三干的时候 继续出发 遵命 袁绍有什么动静 冀州的探报回哨说 袁绍没有奉旨前来护驾 袁绍离盲荡山如此的近 可是他却没有来 人婚姻到这个地步 真是叫人喜欢啊 袁绍和刘表呢 南阳的袁绍 没有行动 荆州的探绍回报 也没有到 估计 他们也不可能前来护驾 看来天子非我莫属了 怎么 我的意思是说 看来旧驾的 非我不可了 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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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下意道发现车车印 撤 轮件尺幅有多快 轮件尺幅六尺六 六尺幅 不好 天子的坐驾已经过去了 马上触发全力追赶 主公 从车车上看 这车已经驾过去很长时间了 咱们要是追不上怎么办 追不上 你就是给我追到洛阳城 追到常乐宫 追到上天入地 也要把天子给我追到手 听到了吗 主公 这五百多里啊 快去 这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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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公 咱们还是歇一会儿再走吧 刚才你警下令说 太阳到了三杆 咱们得出发呢 已经三杆了 可在我这儿看 还不到两杆 我说三杆就三杆 你说没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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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来 陛下 你总归是回来了 陛下回宫啊 来 来 小心点陛下 陛下 陛下 我们总算是回来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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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总算是鬼风了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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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坐一会儿吧 坐 来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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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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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兵 救兵 救兵来了皇上 陛下 陛下 祖宗显灵了 救兵到了 是谁来救 肯定是冀州的元少 奉召前来护驾 他离洛阳最近哪 陛下 好 忠臣啊 好 陛下 真是忠臣啊 陛下 兵陛下 救兵不 不是冀州元少 是 燕州四十 曹 曹 曹 怎么是曹操啊 曹梦德 这是怎么回事 陛下 真没想到 曹操能来呀 是啊 元少离洛阳最近 却坐视不顾 而曹操 却从千里之外 赶来护驾 陛下 这真是 家贫见孝子 火难见忠臣的陛下 是啊 皇上 是 待会儿曹操来了 您可要好好地奖赏他几句呀 是啊皇上 可要好好地奖赏他 来 陛下 陛下 朕知道 朕 重重地夸奖他 快 给朕更衣 快 给华人更衣一下 快快 徐玉 在 有个事忘了 何事 以礼外臣觐见天子 都得上供点什么 我走得匆忙 什么都没准备怎么办 禀主公 在下倒有个主意 说 此时此刻天子和百官 肯定是饥寒交迫 他们现在最需要什么 一口肉汤两支面饼罢子 这个时候 一口肉汤 胜死万两黄金啊 没错 当年我亡命的时候 馋肉汤馋得真是要命啊 曹人 在 熬汤去 遵命 还有一事请独公再用 说 独公拜见天子时 务必恪守朝廷礼法 让天子和百官安心 知道了 知道了 馨毅 还有一件事你也得考虑 何事 洛阳已成废墟不能再用 我们接驾之后 该在何处建都为托 延州府许县 为何 因为那是主公的腹地 主公把天子 放在自个儿的身边 才很安心 其实主公早就想好了 但不愿直言 军玉 你怎么把我的心思琢磨得这么透啊 军主公 这是做属下的本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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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叩見 五枪 叩見五黃 叩見五黃 欢难见忠臣哪 爱情平身 吾皇万岁万岁 万岁万万岁 陛下 请 皇上 Ang paintings 这是何物啊 请陛下也猜 玉玺 来脑 灭下 来脱口 朕猜不出来了 请陛下揭盖 陛下 这是刚刚烹熟的鸡汤啊 安心啊 朕 已经半年多没有食过肉分了 请陛下揭盖 各位大人 请用膳吧 有吃的了 吃饭了 别抢 别抢 你回去 放了 别抢 翻面 还有吗 还有吗 谁这太怒了 辰 您 恭请陛下教院衍州将士 爱卿啊 这些将士都是你的吗 不 他们都是天子的将士 你有多少兵马 精兵五十万 战将上千元 了不起 了不起 你比董卓他们 英雄十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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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贼可灭 大势可期 陛下 现在 应该奖赏曹操才是 爱卿啊 朕拜你为大将军 受武平侯 从今天起 你就是这天下的动量 臣谢武皇贺文 恭喜武平侯 禀陛下 臣有本尽奏 爱卿京家 东都洛阳 眼下已是残破不堪 宫廷庙宇皆为乱军所废 而且 洛阳拒西凉贼军太监 臣为天子安危所计 为忠兴大汉宗室所享 恳请迁都许昌 重建朝廷 重振朝纲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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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阳虽然残破 却是二百年帝都 天灵地秀 虎聚龙牌 许昌是什么地方 是曹操的 曹操啊 如果迁都于许昌 那不是掉进曹操的囊中了吗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眼之有理 迁都许昌 他还知道 他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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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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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杀 杀 陛下看看吧 陛下好好看看吧 陛下 只有在许昌才能得到 这么多金兵猛将的保护 朝廷才能安然无忧啊 朕准奏 前奴于世庄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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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死 还有 快来 陛下 轉带 就是 霍兵 曹操会不会把朕杀了 自己当皇帝 不会 曹操只是想把陛下 握于掌中 为他所用 用 为他所用 那 那朕不就成了个器物了吧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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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 在 马上以汉帝之名逆旨 赵告天下 就说天子 将帝都迁于许昌 赵告各州驻佛 太守四使将军速速前来朝拜 此外 自即日起 许昌更名为许东 朝廷改年号为建安定大赦天下 遵命 驾驾 驾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皇上有旨 皇上有旨 宣百官入朝 皇上有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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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禀陛下 自从迁都许昌以来 天下军民无不欢欣鼓舞 交口称信 九州也是海燕和亲 语顺风调 好 好 这都是爱亲之功 朕 欢喜得很 恳请陛下恩旨 夹封 冀州袁绍为大将军 受武庭侯 夹封南洋袁树为镖旗将军 受中义侯 夹封 荆州刘表为前将军 受东安侯 夹封幽州公孙瓒为后将军 受靖安侯 曹操 天子刚刚一驾许昌 百废待兴 为何要急于嘉奖 各路诸侯呢 正是因为刚刚迁都 所以才要恩威天下 既不可施 时不我待 足下在这道奏章里 把袁绍 刘表 封孙 赞 这各路诸侯都封赏了一遍 有的还生寿两三级 可独独没有你自个儿啊 想当年 董卓还把自己封个什么 相夫 甚至还自好上夫 你为何不情之嘉恩呢 那正是董卓的狂妄和愚蠢 我不是董卓 我是曹操 他最后 臣 事受我恩 知恩图报 只想为陛下尽忠 不想贪图虚名 明白了 足下是物实 图物虚啊 凡曹爱卿所奏 朕 胡不照准 臣谢恩 朝廷颁伐诏书 封我为司马将军 家授武庭侯 朝廷还把冀州 清州甚至我们一直 涂抹公渠 但还没有到手的冰州 也一并的赤丰给我了 你们说说 司诏 或是接还是不接 是啊 接是不接 恭喜主公 容领大将军 此诏 当街 对啊 是啊 朝廷刚刚迁于许长 天子自顾不暇 此诏只不过是一道 顺水人情罢了 主公 以在下之鉴 这道诏书表面上看 是个顺水人情 实际上是暗藏祸心哪 主公应该明白 这道诏书 虽然是以皇帝的名义下诏 可从那诏书的字里行间中 不难看出那每一个字 都是曹操的意思 主公 你一旦接下此诏 就须上表谢恩 如此一来 就等于主公你承认了那曹操 邪天子以令诸侯是合法的了 主公如果不接此诏 又有为臣道 那曹操会说你身为汉臣 却对抗朝廷 此外 今天是以恩诏 主公便接了 明天再来恶诏呢 令主公获纳粮 获退兵 甚至是让你割地 到那时 主公 你是接还是不接 因此 此诏 接与不接 君属两难 只是那曹贼的祸心 已然得逞了 我后悔没有采纳先生之言 早把天子夺到手里那就好了 这样一来 邪天子令诸侯的 就不是他曹操 而是我了 我兵马将士比他多二十万 城市属地更比他多两倍有余 我甚至可以把朝廷看在这儿 接引我一时疏忽 让曹操占了先机 放过来都要听他的讲诏 乱命 可惜呀 当初我的这个建议 却被那蜀木寸光之人 说成是体肤之言 此事 既因我迟疑而耽误 与列位断然无关 许悠 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主公 臣下可以断言 五年之内 你与那曹操 必将有一场生死之战 竟有这么快 主公 你不妨想想 那曹操为何要邪天子以令诸侯 又为何变封了各地诸侯 而独独不封他自己 因为在他眼里 他已然是天子 天子就是他 他已经知天下牛儿 用不着再自封了 主公啊 现在的曹操 论属地之广 不及你 论兵马之强 钱粮之多 也不如你 可那曹操 他一定会充分利用邪天子以令诸侯之力 一步步 逐渐地壮大起来 主公 曹操可远非董卓可比 他比董卓要阴险狡诈百倍 此人 志在天下呀 想不到当年和我一块吃喝嫖赌的臭小子 不过今天却要和我争夺天下 主公 书在下直言 那曹操非但要跟你争天下 鹿死谁首 尤为可知啊 我绝不会坐视曹操为患 我绝不会坐等曹操有能力向我挑战 我再和他一决辞休 重情听令 求收过后 即发兵十五万 攻去幽并二周 正后 力兵莫马 剿灭曹操 遵循 主公 唐能如此 主公姓慎 天下姓慎 爷文侠 韩晶 那太晚了 妖娃 竟然是 根被 collin 饭 来 周公 évidemment gn 今天就是向我曹操歇恩嘛 勋语 在 你说袁绍他们此时此刻 心中当是何等滋味 又苦又酸 又记又恨吧 养一个天子 比自个儿做天子舒服多了 主公当心啊 此时此刻 你可是哥鲁诸侯心目中的大敌啊 这我知道 早晚有一天我跟他们必有一战 但是眼下他们还顾不上 袁绍正忙着和公孙瓒交战 将攻取幽中 袁绍正图谋毒霸将难 军月 我们也应该抓紧时机 你也要把刘备 进取中原了 周公心里头 一直还惦记着徐州吧 何止是惦记 简直是朝思暮想啊 欲成大业 必取徐州啊 徐州 徐州一日不得 我一日不安 但是眼下 刘备和吕布 含聚在徐州 他们二人相互支援 苏都是旧首 避兔 主公可以天子的名义 给刘备下一刀诏书 赤封他为徐州墓 除徐州各郡之外 还可以把袁术的南阳郡 一并赤封给他 同时下刀密令 叫他出兵征讨袁术 就说袁术图谋不轨 暗怀称帝之心 刘备乃汉帝后裔 对朝廷是忠心耿耿 刚刚做了徐州墓 他既敢不尽重绣命 与此同时 我在以天子之名 给袁术下一道诏书 就说刘备心怀叵测 给朝廷上表密奏 说他袁术有称帝之心 要发兵恭喜他的首府南阳郡 对吗 正是 这样一来 刘备和袁术之间必有一场 恶斗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最后他们会同归于尽 而我们就可以四机攻取徐州了 独攻尚名 驱虎吞狼 天子诏书到 照片将军刘备接旨 刘备接旨 刘备接旨 顺天承运 皇帝诏曰 刘备自提领徐州以来 忠心护国 宝敬安民 朕心甚位 今特命其为徐州墓 领徐州六郡 并封车骑将军 吴义侯亲此 陈刘备领旨献恩 恭喜将军晋升为徐州墓 此外陛下还有一道密诏给将军 盼将军务必遵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地之间》 《天地之间盲藏盛》 天地之间盲藏盛 盲藏盛 你是多少好不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歌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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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